小艺人者 李景琪 小魏 还有一个师弟 说的都不错 古城辉 展蔡阳 我呢 要不能说这些单段 给人说什么呢 报幕员已经把这个木木说出来 叫小武艺 这算是一个诸篇的故事 评书有短篇 诸篇 长篇 长篇像苏洋 云云云 长篇一说 说个两年 一年多 像这个小武艺呢 你要是天天在书馆说的话 三月到不了就能结束 因为很热闹的情节呀 就那么两块 今天咱们说的这块 算是这书里边热闹的情节 叫白沙汉打类 看书 书接前文 上文书说的哪儿啊 白眼门徐良 登台会斗神拳太保王兴祖 徐良没觉着王兴祖有这么大的能力 真一伸手 白眼门徐良 大吃一惊 好意思 拿不下人家 说王兴祖想把徐良给拿下来 也难 后来徐良的老师上台 站不到人家 头刺白沙汉擂台 草草的收场 开工服老烧英雄回去呀 一个个是仇碑不斩 安生叹气 安 怎么办 眼瞅着擂台就僵到这儿了 最后蒋平出了个主意 咱还是请高人吧 请贼啊 想听说我亲自回东京汴梁 东京大乡国寺 把北侠老哥哥请出来吧 只有把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请来 才能镇得住这擂台 欧阳春呢 咱们可能看过啊 《七侠武艺》 香港电视剧也演过 七侠其中能力最大的 就得说是本侠欧阳春 闭目求然死 死然魔 绿眼中 胡胡子 跟个叛逛 江平备好了快马 戴上的银子是连夜喜成 一路不输 一路不输 这一天就回到了东京变梁 先登开风符 见着八大人 把这个擂台的事一说 包大人沉音不语 哎 看来这事很棘手啊 这样吧 提起笔来 刷刷点点 写下一封书信 恐怕你一个人去 北侠不会出来 毕竟现在北侠 不是当年的北侠了 当年江湖上一提 北侠欧阳春 那了不得 现在北侠也看过无尘 落法为僧 修行完了 皇上亲宗保肃罗汉 说现在人家还能出来吗 恐怕你翻江鼠的面子 请不到北侠 所以包相也想着重拳 写下一封书信 这个词句呀 特别的客气 江平歇了一晚上 第二天拿着书信 购问大乡国寺 倒向国寺 直接面见北侠 哎呀 老个子 您都好了 北侠点了点头 老子 有些日子不见了 这会再看北侠 江平这心呢 就凉了一半 为什么这么帅 原来北侠 哼 精气神十足 这会再看北侠 好家伙 啪 太啪了 胖到什么程度 各位见过孙岳吗 嗯 就是岳云鹏的那个大大孙岳 那就够胖了 北侠点孙岳四 哈哈哈哈 看这大块 全是肥肉 尝着怀 这肉登登登登的 我的天哪 江平心说这人不肺肉啊 这个猎物他简直是贱子肉 这喊浑身上下肥标准儿 这买猪肉也不一样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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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就凉了一半 看来老哥哥是发了福了 人家一发福 这功夫他就放下了 老哥哥 我来求您出山啊 哦 好死了 怎么回事儿啊 哎 我的老哥哥可了不得了 白沙滩利泪 为什么白沙滩利泪 捉拿盗宝的贼人 白菊花燕飞 利泪的人叫神存太保王兴足 小娘子跟王兴足 打了个平分青色呀 头次了一台草草的结束 过两天二次白沙滩利泪 我们老上英雄没有底 所以我回来请老哥哥出山啊 说着话 把包大人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笔 老哥哥 这是包相爷给您的信 哦 相爷还给我写了封信 拿来我去 展开一看 此句很客气 希望您出山到那儿震泪 北侠说 四弟啊 我不是原来的北侠了 你看看我这种状态 我想练跑跟前 太胖了 我去一点用都没有啊 恐怕你白来一趟 再说现在我已经尖盆洗手 退出江湖了 你再让我出山的话 传粮出去 岂不让外人笑话我呀 哎呀老哥哥呀 难道说咱们一兄多年的情分 您就不念了吗 哎 不是我不念情分 我真是去不了啊 哎呀老哥哥我求求您了 哎呀 哎呀 既然这样的话 我跟老方丈说一下 这个寺庙 寺庙的规矩 如果说老方丈让我出山的话 我就陪你走一趟 搬沙滩 如果说老方丈不同意的话 老四纳 头胖 白来一趟 哎呀 快去快去 北侠带着蒋平来一件老方丈 老方丈是谁 又了难搜 了不得 那是霸主贤王的替僧 把包大人书信呈上去 了难搜一看 掩着点头 好吧 欧阳春 师父 你得去一趟啊 这个出家人按说是不理红尘之事 但是你这一去 第一 就是帮助开封府 这是国家的事 国家的事你得管哪 瞧 了难搜这个政治头脑 非常的清晰 知道 啊 我把官家得罪了 我这寺庙也好不了 所以你得去 在一个铲除监定 这也是咱们用作的事情 这一下就定好了 这算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 原来北侠 十一口七星宝刀 北侠当了和尚 把这股刀传给了干儿子小侠 没家伙呀 平时练什么呀 方便连环产 北侠这产 他家伙一百雷斤都混了 你说劲儿小的根本拿着弄 还找了两个小和尚 伺候着北侠 青森白骨森四个人想行夜宿车灯 就来到了南洋府白沙滩 北侠人进殿房 讲平时 喊呐 里边大影出来啊 北侠老哥哥请出来啊 哇 大伙出门一看 全没话 原来想的北侠的家伙 有认识北侠的 有不认识北侠的 那南侠展胸飞 欧阳春 那好交情啊 今天展昭一看 我的天哪 幸福我这欧阳老哥哥怎么这样啊 这不都废了吗 有的没见过北侠 哎哟 这就是北侠了呀 哈北侠 家伙啊 这怎么出的名了 不小啊 好饭量啊 这这这这打仗能量 比饭量在北方出的名了 所以大伙对这个北侠呀 就不抱着欺骂了 北侠跟大伙客套一番 抬摆下酒宴 速摘速饭 吃饱喝足跟大伙客气了客气 简单问了问擂台上的情况 北侠也得早点休息 因为一路之上 周车劳困 三间房 北侠自己住一屋 清白有色 各住一屋 简段结束 到了马上 北侠正睡着 说睡着实际上没睡生 就去卖点 啪啪啪 要有人敲门 谁呀 您听这咱们就知道 白眼门徐良 老人家 您休息了没有啊 人家 我还没睡呢 有事啊 老人家 我打算向您请教请教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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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可教 进来吧 徐良一推门 门被插着 好像是北侠呀 早有准备似的 呃 门分左右 徐良迈入进来北侠掌上蹦 两个人对坐而谈 徐良就问 那我说 老人家 我跟这个王兴祖嘛 在擂台上打了个难戒难分 我一时赢不了他 所以我打算向您请教一下 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把这个王兴祖给打败 人家高兴 你看 这么多人 都算上 哪个叫展昭 哪个叫双侠盯党兰兵党党会 连尼侠太保刘世杰都算上 没有来请教的 都睡觉下来 唯独徐良大半夜的登门求教 北侠能不高兴吗 无资可交也 好啊 你给我说说 你跟这个王兴祖是怎么打的 一朝一世的讲 他是这么打的 徐良讲的 等下听着 听着听着 等下点了点头 梁子 不用再说了 你知道王兴祖使的是什么招数吗 老人家 小侄我不知道啊 他使的是两种功夫 头一种叫我祖点穴拳的 我祖点穴拳 我又过二文 再一个就是他老恩师 梅花千朵 参九宫的独门功夫 叫梅花掌啊 孩儿啊 你能跟他打这么长时间不败 不容易 也就是你啊 换别人 他早就落败了 你要让我登台打类 恐怕不行 我这身形你也看到了 你要说到我给你指点一二吗 这倒是可以的 老人家既然这样 你给我说说 怎么才能破这个招数 本侠就开始给徐良抢 这个武术啊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指 当然了 得是会练的人 你要让我来 那里水泥墙 且戳不透呢 会练的人就是一层窗户指 一点就破 把这招数怎么来不去脉 怎么防怎么守 告诉徐良 孩儿啊 我要这么告诉你 你也打不了他 这样我不能白来一探 你也不能大半夜的白来求我 我传授你两手军 孩儿啊你想学吗 哎呀那我人家 我太想学了 你快点交给我 你快点交给我 头一招 叫拔不敢铲 二一招 叫回光返照 你听这名 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 这人快咽气了 啊 咽咽咽咽咽 这种状态 回光返照 精神了 回光返照 就说这种招数要是学会了 你死不了 你回光返照 你想办法假扮 甭管是摔倒也好 还是怎么着也好 你想尽一切方法 让王兴祖抓你的手腕 他一抓你手腕 把你他就举起来了 你救手 你回应照力我就不多说了 用你的手去抓王兴祖的脉门 你一抠他脉门 因为你会应照力 当时他半生麻木 他可就使不上劲了 你马上翻下来 把他举过头顶 他可就听你的了 这叫回光返照 另外把你爸爸干产也告诉徐良 怎么使怎么来 那白眉毛 那都是徐良 那厉害 那还得跟王兴祖打了半天 好家的太阳仓 这行这样 哎呦了不得 大伙子议论纷纷 就看开封府的众人 在这边坐下 一会儿传承这边 东方亮 东方青 带着王兴祖等等众人 在他们这边坐好 有人先上台 把擂台的规矩 简单的说了说 说完之后 再看神圈太保王兴祖 第一个登台 一撩衣服 喷喷喷喷 往来台上站 一抱拳 准备 我神圈太保王兴祖 大伙儿恐怕 同次白沙滩就来了 我跟徐良打了个难解难分 今天是二次开位 台下吧 你们不要上来 今天我只会徐良 说完之后 拿手一指 徐良 你上来吧 我等的可就不耐烦了 今天我比了你 今天我比了你 王兴祖有把握 直到徐良这招书 我已经能破解了 他可做梦也没想到 徐良二次学义 说就这两招能管佑吗 分神使 这两招您要让我来不管佑 让徐良来 太不活了 王兴祖不知道徐良二次学义 徐良 你上来 徐良站起身来 就要往上走 旁边本霞把徐良安住了 娘子 不要着急 稍安不走 我 去跟他谈一谈 我闹人家 你去 不必多言 我的盲星族也算是老朋友了 说的话 本霞含嗖一声 来到内台下一看 脚筋点笛窜上去 我这身上 登登登登的 难免这肉飞起来 温知不雅呀 不好看啊 怎么办 走楼厅吧 北霞很深沉 踩着梦踢 往上走 北霞这一往上走 老百姓都议论 想哭 想哭 哪来的这事 大死胖子 大死胖子 我的天哪 就这还能还哪对哪 这跑着推销猪肉买 这行不雷呀 北霞这一上来 王兴祖可认出来了 啊 北霞老哥哥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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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祖啊 多年不见 可好啊 书中交代 北霞欧阳春和王兴祖两个人辈分 是拼拼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要是按 霞剑客来说 本霞是霞 王兴祖也是霞 因为王兴祖的寿夜老恩师可了不得 云南三老其中之一 梅花千朵苍九公 苍九公是王兴祖的师父 云南三老从一老 古来西佐久尔 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 三一老就是翻江淑蒋平的寿夜老恩师 辣龙神苗九夕 所以说王兴祖 蒋平北霞的辈分是一样的 平辈 徐良跟王兴祖比徐良算晚一辈 他算那么失职 所以说北霞给您上来跟王兴祖非常的客气 兴祖啊 多年不见了 老哥哥 你可发了胡了 取笑取笑 话都一转 赶紧做正题 兴祖啊 这是什么文化 白沙滩啊 你可知你这白沙滩是为了什么吗 还成东方呀 包匹大宝的贼人白菊花样肥呀 你现在出来你算重重为虞呀 你怎么能帮着他呢 他是国家的反叛啊 星祖啊 听我良言相劝 你赶紧回你的小华庄 别贪这趟浑水呀 你要不听我良言相劝 恐怕 为时可就忘了 全来不能把他还 你听我的 赶紧走吧 不要再跟虚量 为难了好不好啊 各位 北侠说的 这叫金玉良言 但是 这话呀 得分让谁听 王星祖现在 在起头上 而且这个人很骄傲啊 他现在就不服徐良 就想把徐良给披露 所以北侠怎么劝 没弄 北侠说完王星祖乐了 哈哈哈哈哈哈 北侠老哥哥 你这话 说晚了 早三篇说 或者白沙汉 头天开泪你说 我没废话 我转身就走 但是现在不行 头次白沙汉 我们虚量打了个难解难分 你说这会我要去走喽 朕要传扬出去 天下人怎么说我王星祖吗 明白啊 人家东方亮给了我多少钱 你知道 我不能用白拿人钱 不替人做事吧 老哥哥 我 树无难从命 啊 星祖 你 不听我 两眼相劝 不能听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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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唉 我苦口口苦心 劝你你不听 恐怕到时你就用 They'll 偷吃醉啊 啊 老哥哥 我多谢你金�etas 궁 把徐梁换上来 我跟徐梁 比试比试 青族啊 王青族 都说你身穿太老 我本下有沃尔文 今天我要会会 你要能把我欧阳春赢了 徐梁自然上海 你要是赢不了我欧阳春 王青族 恐怕你想下了一台 谁登天 海岸 说的话 三坎东凉银 僧一甩 漂亮 肉 一点剑子肉都没有 全是肥子 王青族 打吧 要跟北侠伸出 这样 又把台下飞身形 村上来一位 村上来这也是一个春家人 投脱的罗汉 行则无从您看过吗 披肩发 月牙精英 雷丁 村上来这么一位 这位是谁呀 有个外号叫 金贝罗汉 金贝罗 叫武宾 不是说下 那武宾 那那那 不会有书 那会开车 金贝罗汉 武宾 摇冷嘴 飞身上来 行吧 我说 您先下去 北侠 我会会他 哦 胡老师 你可要多加谨慎 量也无妨 王青族下下 武宾瞧了瞧 我一样 启 气了一声 这一气呀 就是打肚子里边都不服你呀 您就是欧阳春 北侠特爷 正式天僧 都说您北侠有能耐 一个雷天下乡 我有一个小字号 叫金贝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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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武 单一个鞭子 欧 比陀佛 武宾 灵教灵教灵教 胡老师啊 你还要跟我切磋 切磋吗 咱 武宾心想 我能把北侠打了吗 我这名也起来了 干脆先下手的围墙 后下手的遭殃 各位 武宾 不白得 不是饭头啊 要说武宾是饭头 那真是冤枉人家 武宾从小做科 从小学武术嘛 八个腿出神能是饭头吗 那不是说跟这个团成主流呢在一块就是废了 该不对 再看武宾把前提祖身 八个腿举起来 那武宾多厉害 好家伙 照着欧阳春 这八个腿就派过来了 个别人躲 闪或者换手 欧阳爷 不躲 不躲 天天的肚子 这肉 武宾这一把 这长了 就深到欧阳爷这肉里的 你给我 拽不出来 伸腿 拿腿蹬着欧阳春 腿也进去了 如果大了 就一个腿着地 拿手一个腿 在人肚子里 给我 来吧 嗯 欧阳春都不说话 饿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拔脚热汗 是他 武宾哪吃过这灰 武宾再敢走 丢人的 这才知道 欧阳春 真有本事 哎 惭愧惭愧 欧阳爷 武宾 服你了 欧阳春一乐 一酥醉头气 手腿都出来 唉 冰脸红啊 扫着的疼 不是 哎 欧阳爷 我真是服你了 您这个北侠的称号 我佩阳兵啊 我有一个小小的恳求啊 啊 武宾 你有什么恳求啊 哎 欧阳爷 我精师不大 学历 不高 我打算 拜在您的门下 拜您 卑诗 您 看 如何 哈哈哈哈 欧阳兄哥 好吧 武宾 别看你这娃娃 还得运销啊 这会知道能备不行了 好吧 我就破例 收你个记名的徒弟吧 可有意见 你要拜在我的门下 你可就得脱离团成了 师父您放心 我拜在您的门下 传承跟我没关系 说着话 转身冲东方亮这边喊 我说 东方圆子 对不住了 我倒门了 啊 我拜在欧阳爷的门下 从此团承跟我武宾都没关系 哎呀 把这个东方亮给气了 这俩钱花了 也是花了不少银子 把那武宾请出来的 好家伙手脚 歇人肚子里几句话 拜人的为师了 太气了 欧阳春很高兴 这会儿王兴祖这活儿 可就撞得顶凉了 好嘞欧阳春 你是欺我太僧 喊喊喊 善来台 要跟北侠审舍 北侠宜乐 王兴祖啊 你也跟武宾小啊 你少废话 王兴祖干扰他 竟听了一台底下 哎呀 老人家老人家 你也下来 把这个王兴祖交给山西人了 谁 徐良 徐良能让北侠跟王兴祖伸手吗 昨天呢 大伙看这个北侠 都是这种武器 我想这大肚子战兽 刚才北侠是一服武宾啊 大伙配合 好功夫啊 这人不可貌相啊 你看这一个相公 还是不错的嘛 人他就是这 你不能以貌取人呢 北侠的能是饭桶吗 武宾 北侠要是饭桶能把武宾收了吗 甭管怎么说 北侠下来 徐良跟王兴祖插招惯士 斗在一处 这一打 老百姓们很认真的看 哎呦 哎呦 玩这劲 简断结说 义皇三十个回合 徐良 并叫个人不喊 是吧 王兴祖也是 虚虚带传 说徐良想赢 王兴祖赢不了 王兴祖想拿下徐良 门都没有 真是山山洪遇到 下山洪 云朱楼碰见五中 这头大呀 一有皇宗八十个赵 那儿过去 那我瞧着 还不分胜负 徐良可着急 我太废了 二次擂台 我赢不了王兴祖吗 我白眼没二次学历 王兴祖吗 王兴祖 今天可就别怪我了 我就把二次学历的能力 给您露 打着打着 再看徐良 瞧 腾鸿而起 使神了 八股肝肠 绑起这一缝身 王兴祖一看 一看徐良 腾鸿而起 蹦起来 徐良动起来 他不能往在天上飘着呀 这不是 他不是耶稣啊 他就往下落 往下就 一落 徐良这腿 全员 就是打着帮 驱着 这腿 崩直了 啪就下来 脚筋 崩得直 就徐良的脚 好脚 替石头 石头粉粉碎 黄兴祖一看 西子说 不 黄兴祖不白给 知道 好厉害 他这个头里是群差 这叫问头呀 这个招数是虚中实 实中虚呀 我往这边躲 他这腿正好蹬上我 说我往这边躲 他这腿 去那腿崩直的招牙 劈我 我左右不行 这怎么办 只有躺下 能破他这招 黄兴祖一看 嘿 啪就躺到台板上 徐良这脚 啪就下来 往行服 把俩腿一分 徐良这脚尖 就躲到台板上 把这一招 黄兴祖给破了 也就黄兴祖 徐良这招 还有什么呀 提归你 大午下天地呀 欧良别教他 欧阳春一看 好 小梁子粉好啊 昨天学的 今天能使官出来 不易 看了看吴斌 吴斌呢 师父 好好探着徐良的功夫 你得好好跟他小瓦 是 是 不要找着自己 有点迷茫 这么狂气 不敢 不敢 按说台上 徐良这一脚踢窟 跟着 也就不到一秒的功夫 徐良弄两个膝盖 用这膝盖 就蹬黄兴祖的小肚子 小鼠这儿 啪就过来了 真要蹬上 这肠子都折了 往下走一看 往前 这也太快点了 赶紧摇点 一提气 呲 往前一蹿 往前一蹿就是 横着 蹿出去一点点 就把这一招给破了 徐良被膝盖 啪 点到台板上了 个个硬物 啪 点蛇了两块 两个大长条的板子 蛇了 别想股子上 王兴祖也就蛇了 破了一招 徐良跟着 胳膊肘 奔王兴祖 两边打 王兴祖又往前一踹 胳膊肘 躲到台板上 胳膊肘归硬 看一下 黑了硬力也一块 王兴祖 别喊 心蓬蓬直跳 我的天音 徐良这是跟谁学的 这是什么招数啊 他哪知道 徐良开小道 二次小异也不简单 八股干缠 这等于 他有最后的路线 胳膊肘空了 王兴祖又往前一蹲 徐良 探双手 那是胡找人家 你别看徐良瘦 手有劲 掐王兴祖的脖子 徐良 掐脖子这会儿啊 露了个破绽 这么强 这俩胳膊肘 腕子 胳膊肘 腕子全露出来 这可是破绽 王兴祖一看 心中大喜心说 徐良的徐良你是找到没 你有破绽的 机会难得 王兴祖 王兴祖探双手 砰 反把徐良的手末给挂住了 腰腕一提起 他翻身起来 一借力 嗨 徐良是举过头顶 八股干缠 俩腿 俩膝盖 俩胳膊肘 俩手 这算八股干缠 八股干缠 全让王兴祖给破了 反而让王兴祖把徐良给举起来了 各位 这可是徐良故意的 徐良要试试什么呀 胡一光反照 王兴祖举着徐良 啊 哼 哼 哼 这份得意的心情 各位 这种不好形容呢 心想我打徐良不容易呀 我能把他举起来 文操胜券 徐良 我要了你们小命 我赔了你 他想把徐良给逼了 他正卖狂呢 那底下观众看的 我那天 把眼睛全摸上 要不能闭着眼 要不能骨着脸 心想我 这么好的一个徐良 死在擂台上 开封门这边 江平 南侠 双侠丁照 蓝丁照 贵东方侠 可疗不治化 小五亿众人 包括义侠太保 刘世杰 等等众人 完了 心说三个完了 想良的废了 必死无疑 北独北侠 心里闷的 王兴祖 王兴祖 你是要找到没 北侠刚想到这 徐良早有准备 王兴祖抓着他 徐良戒略 这手 掐王兴祖的脉门 在空中一伸手 啪 这个掐住 掐住之后 当天一用力 气都过到这手上 这叫应找力的功夫 一掐就脉门 不要紧 王兴祖是半身发麻 这一麻使不上劲子 徐良下来 反戒例 哎 王兴祖可能举起来 咱说的吧 打仗那伙 啥眼之间呢 大伙刚开始 替徐良担心 这会一看 哎呦我的天哪 怎么回事 没看明白 徐良一下 把王兴祖举起来 啊 王兴祖 你服不服 你服不服 这会儿王兴祖要说 我错了 我服了 你饶了我 徐良就把他放下 满天阴菜的就散了 但是这个练武的人呐 他这个嘴啊 各位 铁肤钢牙呀 不服啊 王兴祖是 破口大骂 徐良啊 有本事 你就疲了我 你要是不疲了我 骂你 八辈的祖宗 徐良啊 你不是个人 我服 我看他 徐良 是有涵养的一个人 他那名骂 我得徐良活活 弄起来 啊 王兴祖 我劈了你 你劈我个试试 王兴祖是真不寒乎 口中一蕴泪 两个腿 把蹩到一块了 你劈不开 俩腿蹩着你怎么劈啊 徐良是真厉害 一下子你抬腿 啪 提王兴祖后腰 啪给你脚 一下子卸了气 俩腿分开 徐良把把王兴祖往台上 女人一伸手 抓住一条腿 这条腿踩住另一条腿 双膀 脚立 孟兴祖 你呼不哭 我不哭 啥人之间 徐良这办事 无杂全有生生被劈开的 撕腿 你俩有劲儿 你愣撕撕不了 找我好那个肚 这一遍 你不哭 不哭 你俩人 我哭了 你俩人 太小伙 还廖不得了 我批我呢 我哭了 哥们 竟在这一步 擂台这些人群当中 有一个人 啊 我的一生 差点没死过去 谁呀 王兴祖的授业老恩师 梅花千朵 苍景宫 苍景宫来了 王兴祖给师父送了一封信 我去白沙滩震泪 苍景宫就担心了 知道开封府高人辈出了 我徒儿能行吗 一路跟来 头刺白沙滩老婆没赶上 二刺白沙滩老婆才来的 到了台下一看 王兴祖举着徐良 苍景宫落 好啊 我的徒弟有能的 眨眼之间 一下子 徒弟让徐良给撕开 我瘦了 毕生的能耐 交给了徐良 一个可出点 差点没晕过去 小张心态 一声窜上那台 徐良 并不认识苍景宫 但是北侠可认识 蒋平可认识 一看苍景宫上那台 可怜 开封府众人也都上下了 梁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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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徐良 众人知道 徐良大王兴祖刑 但也是很费劲 打梅花千朵 仓修功 就徐良那两下子 打不了人家 仓修功 我人生死化妆 你们都给我躲开 都给我躲开 徐良 老夫今天就给我徒文报仇啊 我那么疲惹你得 老头是老泪纵横 这一辈子就一个徒弟 不容易咬 像师父收的摆着来着 无所谓 这就一个爱如展上明珠 而且这个仓九宫是护独子 那在武林界是有了名的护独子 严重徒弟让人撕开 能瞒得了吗 过来要打徐良 徐良瞧着不服啊 徐良也是出生牛途不怕 他知道仓九宫这名 但是有没有能备 他不知道 真要伸手 徐良就趴下 蒋平糊涂跪倒在地 按我说 二大爷 你看我博店 这事就完了 蒋平 你给我躲开 滚 这没你说八分 叫二大爷 咱刚才说了 蒋平的师父 闹台老 如神 牛九溪 跟这个仓九宫 那都是师兄弟 驴丹三老 妈 那第三老啊 按辈子来说 这得叫二大爷 二大爷 刚才人家看见 不愿徐良啊 您徒弟王兴 北侠再也听不下去了 武斌 师父 压进阵脚 北侠分人群上来 老人家 好 哼 北侠 你还敢来吗 老人家 我看 这事就算了吧 我刚才苦劝 王兴 王兴 我听了 我跟他说了 宣家乐马 为之师父 那 你这会儿要替你的徒儿报仇 是 你的徒儿死得很惨 但是 这是擂台呀 慈伤是在所难免 你少废话 北侠 你给我躲开 不然的话 我连你一块儿走 苍九宫比北侠当一辈 能耐比北侠大 慌张又打 正要打呢 就听人群里边 哼啦的一声 撑 窜上来一个老头 又来一个老头 老头大聚会 一会儿全是老头 各位别瞧不起老头 老头有的真有能耐 下上界都是老头有本事 可是这老头上来 那个瘦 说瘦到什么程度 你那动物园里猴了吗 这老头跟猴似的 就那边一小哥 一根皮子 两个小人眼 不瘦不裁 但是两个眼睛是黄眼珠 第一个转 你从手中的鹰爪一样 徐梁一看 糊涂贵刀 老师年来了 谁 徐梁的授业劳恩师 也是剑客 金金哈斗 梅梁祖 梅老头到了 梁子 起来 哈哈哈哈 看这家门 我徐梁 嘿 皮子痛快 咔嚓一下子就皮开了 好 赵车子以后多给我皮点看 这皮子我心里痛快 我回来我再教你点能力 你就给我皮去 有什么事事不顶着 我说苍九公 你给我滚 我徒弟皮了 你徒弟又跟我滚了着 你跟我徒弟算账 你跟我说 梅梁祖 比苍九公还要红独子 哎呀 把苍九公给气了 这都不讲理了 浑身之痘 梅梁祖啊 你以为我怕你不成 哎呀 你不怕 我再来比划比划 来 剑客在擂台上 众人都伤开了 这可是龙征胡道啊 那比徐良 大王星祖 精彩一百倍 一个啥家伙 千堵苍九 如梅花掌 白胡子白头发 虚发即白 就跟一条银龙一样 再从津津浩道 梅梁祖 跟个喉儿似的 小金猴上蹿下跳 你咋样 无吃喝呀 不分胜负 谁过去劝这家 谁也劝他 这个份儿在这摆着呢 俩剑客 你说在场的都是侠客 能力最大的欧阳春 欧阳春也知道 我打武兵行 大王星祖行 我跟这二位打 我差点啊 王先生碰着欲先生 我差一点啊 劝他 干着急没辙 徐良那更上不来了 上来就趴去 所以你这两个猫头一打 非得老婆劝不可 老头打就得老婆穿 小伙打就得姑娘穿 但这会儿拿着老婆去 还得特漂亮的老婆 我去天津找唱大舞来不及呀 南南到天津 那这儿好 骑马 那也得有些日子 所以抬上去 您看门花千朵苍九公族 哼哼的先把梅良族给揍趴下 然后再批虚亮 这边梅良族那护独子护得厉害 大家心里就不服这苍九公 我能怕你 您听这外号金金靠动 金金黄晾珠 靠动 谁都不服 听什么大伙的玩儿 什么下个将克 什么少人 不如就在边探 谁都我爹 我就能对最大 你咱咱一顶不忍 按说这样的人那是没能的 但是人家梅良族可是真有本数 施展好传 好家伙 一条银龙跟一条金猴打 他们拿你钱的 刚开始大伙都想劝 后来不劝了 干嘛学两招 难得学习的机会 可是刚张警也没辙 可竟在这个地方 人群里边 人等半天一声口寒 暗银龙打了个雷呀 暗银龙还不出手 说话带着颤颤 主人睡声音一看 又来两个老头 人家说真全老头 勇打人群下边 飞身形窜上两个人 这两个老头可骗子 头一个老头看得岁数没影 百多也差不多 脸上纵纹堆垒 俗发起来 脑袋上拿皮针勒着 穿着白色的布罐 布枯 背后背一个竹竿 王主人一战胜 挽如泰山 再次后边跟着一位 这本人是一连的水秀 挖咱脸 两道残梅 也是阴沟鼻子小圆眼 浑身上下 浑身很丑嗓 残酒公一看 这二位 心里更一下子 静静靠动 没烟族 没老爷子也傻了 贪呀 心说这二位来了 今天恐怕是凶多鸡少 过来 两个老头这一露面 可不要紧 这才引出来一段 四老豆梅花 徐良 降仓酒 哈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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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